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,美国旧金山的经济大萧条时期,一间宽大的办公室里坐着四位神情严肃的男人,男主大壮不仅穿着随意,而且脸上脏兮兮地走了进来。 四位蔑视官看见他就发出一种鄙夷的神情,但是大壮并没有理会这些,而是上前与他们一一微笑着握手。 大壮原来是一名普通的医疗器械推销员,一个月前他花光家里所有的积蓄,买回一批古密度扫描仪。 他甚至和老婆憧憬着未来美好的生活,可很快他们的梦便破碎了。 这些机器比普通的机器贵出两倍,并且很不好用,医生们不太容易接受,所以他很久都没有推销出去一台,但现实是他每个月必须卖出两台,才能负担起生活的开销。 然而一个月过去了,他却没有能销出去一台,他的老婆为了维持日常开销一天打两分工,尽管这样,日子过得也是紧巴巴的。 大壮的生活很艰辛,但他依然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,他从来不抱怨生活,每天都是朝气蓬勃地出去工作。 一天他在路边看到一辆红色跑车上,走下来一个年轻人,于是他上前去和年轻人攀谈起来,他从年轻人那里得知对方是一个股票经纪人。 大壮以为这个行业要很高的学历,年轻人告诉他,你只要对数字敏感,会为人处事就行。 他忘了忘从大楼里走出的人们各个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,此时他的脑海里闪现出一个大胆的想法。 他回家告诉妻子他要换份工作,不料遭到了妻子无情的打击。 他认为,大壮只有高中学历,根本不会有哪家企业会录用他。 眼下他们两个都没交房租了,再不交可能就要睡大街了,随后他和大壮吵了一架,可大壮最终还是来到了正确公司面试。 他拿到了一份简历表,等他回家后妻子告诉他自己要离开了。 这种一眼望到头的苦日子,他已经过够了。 此刻大壮终于明白了什么叫贫贱夫妻百事哀。 很快一个月过去了,大壮还没有等来公司的面试通知,不认命的他只好来找人事经理。 为了向人事经理推销自己,他和经理坐上了同一辆出租车。 在车上经理只顾玩魔方,根本没空听大壮说话,但大壮凭借出色的魔方技术赢得了经理赛许的目光。 接着司机问他要去哪里,他翻了翻干扁的钱包,无奈的他选择了逃跑,可司机仍然紧追不舍。 于是他逃到了地铁上,却意外地丢掉了一台扫描仪。 他回家后就收到正确公司打电话,让他明天面试的好消息。 此时妻子的离开,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加窘迫了,因为没有钱交房租,房东让他们立马搬走。 他苦苦向房东哀求宽限几天,房东同意了让他帮忙刷墙。 乌露偏逢眼音语正当他刷墙的时候警察找上门了,以他没有按时交纳罚金为由,将他拘留了一晚。 第二天大壮便一路向正确公司狂奔,狼狈地出现在面试现场,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。 他和面试官们握完手后就诚恳地告诉四位面试官,自己昨天被警察局拘留了,因为他没有交罚单,就在刚刚才被放了出来。 面试官们听完面面相觑地笑了,接下来老板给他出了一个难题,如果他招了一个不穿衬衫的人前来面试,并且还录用这个人,问大壮会怎么想。 大壮思绪了一下说,那个面试者的裤子一定含有特色。 四位面试官听完,都被大壮幽默地回答逗得哈哈大笑起来,就这样他通过了面试,但适用期内没有工资,并且二十人中,只有一人才能转为正式员工。 接下来日子,他将面临很大的挑战,住的房子到期了,为了省钱,他搬到了最便宜的汽车旅馆,这天他陪儿子在球场上打篮球,负责二人正玩得高兴,小强告诉爸爸自己长大了要当职业球员,大壮却说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兴趣,儿子也一定不行。 小强听到后很难过,默默地收起了篮球,大壮看到后告诉儿子。 别让别人告诉你,你不能做什么,不甚至我,好吗? 好 你必须梦,你必须保护它,人们自己不能做什么,他们想告诉你,你不能做什么,你想要什么,就去拿它, period。 说完后,他意味深长地望向远方,大壮一边抚养儿子,一边推销着他的早苗仪,经过不断的努力,终于成功地卖出了一台。 在实习期里的大壮,每天都信心满满,甚至在上班时从不喝水,为的就是充分利用时间完成任务。 这天,他终于遇到了一个大客户,要马上去面谈,可公司的主管就让他帮忙停车,为了赶时间他把主管的车开走了。 由于他在路上堵车耽误了时间,大客户也走了。 周末他带着儿子向大客户去道歉,大客户邀请大壮二人去看球赛。 在这里,他接触到了很多潜在的客户,还顺利地拿到了联系方式。 接下来的日子,大壮白天在公司实习,晚上继续推销他的扫描仪。 扫描仪快卖完了,但是一张纳税单的出现又让他一贫如洗。 晚上回家,他的行李被老板搬到门外,无家可归的他只好和儿子住进了一个狭小的公共厕所里。 他坐在地上抱着熟睡的儿子,身下只简单地铺了些卫生纸,这时卫生间外响起了一阵阵猛烈的敲门声。 大壮怕声音吵醒儿子,只好用手紧紧地捂住他的耳朵,另外还用一只脚去拼命地顶住门,以此来减小噪音。 然而门外撞击声像一头猛兽一样撞痛了大壮的心,眼泪再也忍不住滑落了下来。 他小声地多气着,生活一连串的打击,让这个原本乐观的男人此刻变得如此的弱小无助起来。 天亮后,他听说有个教堂可以免费居住,于是急忙带着儿子前去排队,因为只可以住一晚。 所以,他每天都要和儿子飞奔着前去排队,只为了让儿子有一张可以睡觉的床铺。 尽管生活这样艰难,但是父子二人还是感到很幸福。 大壮每天无时无刻都在认真学习。 很快就到了考试的日子,大壮顺利地交上了满意的答卷,就匆忙地跑去教堂为儿子占床位。 为了修理剩下的一台扫描仪,穷困的他只好来到医院卖血。 看着血慢慢地流向了袋中,他的心里怅然若失。 他买了零件,很快就修好了扫描仪,并且成功地卖了出去,那就意味他们还能再挨过一个月。 六个月的实习期很快就结束了,他被主管叫进了办公室,经理告诉大壮他已经是正式员工了。 大壮满眼通红,泛着泪光,激动得不知所措,随后他走进了人来人往的大街上,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心情,忍不住为自己鼓起掌来。 长期以来的努力付出,此刻终于得到了回报。 最后他一路飞奔到儿子的托儿所,一把将儿子紧紧地抱住了。 本部电影是真人真事改编,这是一部含有教育意义的电影,故事看似发生在一个中年男人身上, 但其实对于平凡的我们也含有启发意义。 实现梦想什么时候都不会晚,但主要是要心中有梦,还要有实现的能力并为之付出。 有句话说,没有散的孩子就必须学会奔跑。 和主人公一样,没有太好的竞争资本的我们,能做到的便只有努力和付出,正所谓笨鸟先飞。 最后我想说的是,幸福并不是在那里等着你,而是一直留给有准备的你。